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在上一期我們邀請了三位主播 仲敏、教主跟Pito 讓他們來挑戰三打五 那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成功的挑戰過鑽石跟星耀了 其實在上一部影片他們挑戰五個星耀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會輸了 但我真的沒想到他們竟然贏了 於是我今天會給他們更難的挑戰 沒錯,聰明的你們已經猜到了 今天就是要挑戰五位戰場 因為S1星到50星都是戰場嘛 那個實力的差距會比較大 所以我這次特別挑的是歷史20顆以下的戰場 先讓主播隊來挑戰看看 如果真的打贏了,我們再把難度拉高 這一次的挑戰非常有序 你們覺得主播隊會贏還是戰場隊會贏呢? 怕有觀眾不認識他們,所以我還是必須要介紹一下啦 第一位是抖音的教主 他的man角是蘇,也曾經拿下過全服蘇 目前斷位SS 第二位是抖音的重名 man角是奇爾 最高段位是璀璨傳說 他靠著奇爾超扯的操作 讓大家認識他並且認可他 然後他也是現任的全服奇爾喔 最後一位是Pito,前任的全服洛倫 最高段位是SS第四名 抖音跟YT都有在持續發片 像弗洛倫這種這麼難的角色 我八輩子學不會 所以如果喜歡洛倫的 直接去訂閱Pito啦 馬上回到了比賽的畫面啦 這一次是三個主播對決五個戰場 老樣子因為主播隊這裡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給他們禁用了四隻角色 分別是阿萊、艾瑞、海倫以及伯頓 那馬上來看我們戰場隊這裡前期的處理喔 前期這裡終於跟鑽石星要不同 戰場隊終於入野了 這位主播的我看了是非常的開心啊 終於是比較有一點長進了 但是教主這邊很聰明喔 反向也是來入這個紅區 但是亥犽這裡經過的時候發現啦 但是直接走到草裡是有點大的 直接吃了輸了兩發狙殺 紅BUFF剩下最後一滴把他帶走了 但是這裡瞬移躲過戰尼爾的踩 但是躲不過戰尼爾一技能的炸 給他緩速之後呢 瑞克過來搭配利電的傷害 把輸的人頭給取下 戰場隊看起來攻勢還沒完嗎 宗敏這裡快要上四等喔 需要注意一下 戰場這裡還沒有人上四等 宗敏是決定要打了喔 但是被動好像沒疊好喔 沒有疊到三層刷新這裡 被迫開啟大招之後 還是被亥犽給收下了 前期戰場隊是個二零開局喔 還不錯 感覺這場果然啦 五個戰場難度還是比較高 沒有這麼好打啦 這裡洛倫是一個空大 但是莉莉安這邊因為沒有大招喔 所以只能交出閃現 然而因為人數的劣勢啊 戰場隊這裡 是直接一次開了兩條物件喔 凱薩拿到了 這邊魔龍也想拿 但是宗敏這裡剛好過來了 哇尷尬一個制裁帶走 因為有debuff啊 所以戰場隊這裡是很難搶到物件的 反而是連帶亥犽一起崩掉了 看來這個清燕很生氣喔 想幫隊友報仇 大絕空了 這裡黏上去 下路是個二打二 眾敏這邊 一直在刷新被動 一直刷新 護盾一直疊 最後教主的一個拘殺 帶走人頭 哇下路很極限的二打二 主播隊這裡是完全靠自己的操作 把這二打二給打贏的喔 畫面看到上路 瑞克這裡是發現洛倫的狀態不太好 摳了莉莉安過來 莉莉安一個一二技能命中 洛倫這邊是沒回到家喔 下路這裡也打了起來 又是一個二打二的局面 這裡戰尼爾反應很快直接給大 但是亥犽還是扛不住傷害 這裡最後一個射擊殺 又把戰尼爾給收掉了 但是上路這邊馬上給予回應 莉莉安手扔掉了劈頭 唉唷 看起來這一場是有來有往的對決喔 輸這裡 唉為了貪這個塔 把這個人頭掉了 哇很虧很虧啊 這裡戰場隊像是有抓到一個節奏喔 連帶的把中路的外塔給拔掉 這一場主播隊不能有太多的失誤啊 這一場主播隊只要一有失誤 戰場隊都可以馬上給予回應喔 這裡重鳴是被控到了 大絕交出來之後呢 哇畫面很亂畫面很亂 但是戰尼爾這邊直接被收掉了 剛剛明明有四個人瞬間倒下來 三個人七人拿下一個Triple Kill 哇靠這操作有點太頂了吧 重鳴 這個已經不是觀念不觀念的問題啦 就是硬操作上面直接打爆你 佛洛倫再黏到這個瑞克 教主再一個狙殺 又是一個非常棒的配合 怎麼大聲大聲 主播隊這裡又拿回了優勢 但是上半步 洛倫的一滑三沒有成功 但是我覺得這一波洛倫的氣勢有打起來喔 那個佛洛倫滑起來我是有看到那個影子的 現在遊戲來到八分鐘 這裡要是主播隊一死掉的話 觸動時間是會越來越久的喔 戰尼爾一個二閃被輸的大絕給躲掉啦 有點小尷尬 重鳴這邊利用小兵疊成借位 轉到亥牙之後呢再轉這個瑞克 黑牙這邊硬轉被輸給收掉 正常隊的後拍也是不敵這個瘋之惡魔啊 哇靠是可以這樣殺又殺的嗎 這個齊惡 有點過分啦 而且現在才九分鐘 怎麼忽然就推到人家高地了 不是啊這跟我想的有點不一樣啊 我感覺起來今天主播隊的狀況特別好 這個炭自然有沒有想要嘗試把兵清一下 有點晚了喔 這裡兵還沒清掉 但是收掉一個教主之後呢 能不能再繼續起舞 沒有辦法 哇再黏下來這邊直接變成 蒙洛倫的回血包啊 哇 那這裡二打二 二手二能守住嗎 二手三 OK主播隊這邊選擇撤退了喔 唉唷劈頭這邊在挑釁喔 瑞克也不甘事物挑釁回去 沒錯沒錯 比賽就是要打出這樣 就是要有點火藥味 駭牙直接硬轉上去 洛倫血量非常不好 這裡還能滑起來嗎 沒有辦法 但是哇 立地在這裡 趕快大絕加上閃線逃走之後 還是敵不過這個大招的範圍 這邊駭牙稍微拉打一下 瑞克這邊開始凝霜 駭牙被一劍給收掉 但齊爾這邊感覺是要被爆死了喔 遊戲時間來到11分鐘 開始進入中期了喔 經典的畫面又出現了 劈頭又開始一滑多了 戰場隊是完全拿劈頭沒辦法 要是沒有辦法把佛倫秒掉的話 那就是只能讓這個洛倫一直無限滑 現在戰場隊這邊必須要想辦法 看能不能先抓掉一個人喔 因為現在看起來的話打團有劈頭在 好像是有一點打不贏喔 這裡是一個四打三的團戰 在這邊哇交出一個凝霜 齊爾這裡勝利躲掉了 戰場隊是成功守住了這一波 劈頭一個夢魘部 黏到了戰尼爾 哇那這裡很危險 弱化直接開起來滑到了亥犽 身上戰尼爾開啟神死降臨 那還是保不住亥犽 這裡自己也必須拉退 今天這裡也被伯洛倫給追著跑喔 這裡花過牆還是把經驗給擊殺了 那在後面的話教主也是擊殺了 莉莉安剩下一次瑞克 能把這個兵線斷掉嗎 沒有辦法瑞克交出閃現 但是佛洛倫這邊開啟大招之後 花黏了上去 再把瑞克的人頭給抽下 哇這邊剩下一隻戰尼爾 看起來是守不住啦 戰尼爾這邊能清兵嗎 跳上去炸完之後呢 哇這個超級小兵是沒有辦法了 這一場我們恭喜主播隊再次拿下了勝利 那賽後戰場隊跟我說 他們希望可以再上訴一場 所以這一場我們額外bonus再開一場 那選角方面呢戰場隊這裡也有所調整啊 那當然主播隊這邊我也是有給他們選角的選力 那教主這裡是選擇把蘇換成了緋淚 第一波野區的進攻 納克亞這裡是想要入紅的喔 不過Pito這裡是有針對性的防守 雅雅這裡開啟弱化跟納克羅斯感覺是沒有搭配好啊 所以哇一等就浪費一個弱化 所以莫拉竟然也想要來搶 但是奇爾有制裁啊不可能搶到 但是制裁交掉的話這個小野怪是可以看一下的喔 伊利安加上卡芬妮 把這個野怪給收下 小地圖看到奇爾這裡好像是被抓了喔 納克亞亞這裡抓到了奇爾 他被卡芬妮的傷害 收下了重名的人頭 這一場納克亞的自由性感覺很高喔 一直不停的在做Gank 但是洛倫這裡花接得很好啊 直接接了五朵的花這裡又丟到伊利安 菲類過來串下伊利安人頭 剛剛已經是一個四打二的局面了 可是還是被單抓掉了 納克亞這裡 欸 招了一個機會 利利安收下了菲類的人頭 感覺這一把還是要看這個納克亞亞的發揮喔 因為相對主播隊來說 其實這個納克亞亞他們也是很難處理的 尤其奇爾的話也是很難打納克亞亞 所以奇爾想要來顧這個兵線 也是被納克亞打了好幾波的狀態 這裡卡芬跟利利安都下來了喔 納克羅斯蹲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這觀念還不錯喔 欸 順利就蹲到了重名 這裡納克亞把重名變成一顆蛋之後 收下了重名的人頭 那我覺得納克亞亞必須要一直使用他的高機動性喔 但是畫面先看到下路這裡一技能串到了之後 把卡芬妮給收下了 但是在上班部分也是劈頭掉下的人頭 做出了個交換喔 主播隊現在經濟是有一點低的 目前只有9K落後了是4000塊錢啦 哇 中路這裡莫拉有點尷尬被菲類找到一個機會 直接踩死 納克亞這邊是有看到奇爾的動向喔 搭配芽芽開啟一個大招 稍微照理一下傷害 奇爾被逼出大絕 納克亞這邊還可以嗎 有一點危險開出弱化 小心這個菲類的踩喔 感覺這波是要拉掉會比較好一點喔 我覺得戰場隊這邊必須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入野呢是每一波都能入 只要你上好對面野怪的重生時間 那我覺得盡量就還是要去入野 畢竟你們整場就是5打3的話 不入野真的太虧啦 尤其現在在個人操作方面 可以看到戰場對這裡是完全趨於下風 所以你不管是3打2還是4打2 在操作的情況下都有可能被擊殺 那不如去做一個集結一起進行反野 限制他們的經濟 可能才會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解法喔 因為現在看到經濟面蠻可以發現 主播隊這裡只有3個人嘛 所以如果在你們都不入侵野區的情況下 主播隊這裡是可以吃兵線又吃野區 所以個人的經濟就會變得非常高 那你打團戰的話 他們每個人都是有機會 而且有能力2打1的 所以我覺得戰場對這邊 可能要考慮一下一起去進攻野區啊 或是利用納克芽芽分帶的優勢 其他人就可以多農一點經濟喔 要不然現在打團打不贏的話 是真的有點尷尬 這裡莫拉回征之後呢 即交出一個閃線 納克芽這邊也必須要逃走 一腳被肥類踩死 那這個芽芽也沒有人來接她 一次就是拿到兩顆人頭 一絲兩命啊 但是納克芽這裡的經濟 還算是有hold住8.5顆的經濟 頭上掛著一隻芽芽的話 會戰應該還是有機會贏的 這裡卡芬跟莉莉安必須要往後撤囉 這個奇爾現在是有一點太肥啦 一次拿到了雙殺之後呢 這芽芽把它變形之後 哇重鳴有點尷尬 收不到最後一隻芽芽的人頭 但是剛那個大招掛出去之後 那個傷還是有點噁心啦 目前只有納克的經濟 算是比較跟得上對面 但是納克倒了的話 連帶芽芽也要一起倒 哇這裡是被打了一波ACE啊 這邊 納克芽芽直接進到草叢 但是 哇卡芬妮這邊沒有意識到 草叢是有蹲人的喔 哇那這波很危險 莉莉安這個大絕匠交的話 也是要死的 芽芽這裡也沒有人可以搭車了 費類拿下一個Triple Kill 中路這一波是有凱撒的啊 哇剩下一隻莫拉 這個有點尷尬 莫拉這邊CD不知道夠不夠疊 感覺不夠疊出一個刷 哇直接被費類串到 像這種名一技能 莫拉想清兵但沒辦法 第二場還是有主播隊拿下的勝利喔 哇主播隊這邊的配合真的太好 今天的五戰場終究還是敵不過我們的主播隊啊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參加這個活動呢 我們下一次會徵招S20顆到S50顆的觀眾 想報名的話請給我你的名片 還有你的最高歷史段位 私訊我的IG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